今天這個毛小孩呢 是一度讓記者會稍微有先歪樓了 因為這狗狗獲得年度MVP 主要就是大谷祥平之前在影片裡頭 抱著狗狗看直播 迷倒了好多粉絲 當時他還跟自己的愛犬 Hi-Fi 擊掌 今天這隻狗狗的名字曝光 大谷說他的狗狗日文名字叫 Decopin 可是因為現在他在美國 那美國人不太會念這樣的發音 所以Decopin還有一個英文名字 全球都在關注的大谷祥平加盟記者會 現場來自美國跟日本的媒體 塞爆會場 出現大約三百名記者 看著本任男主角 世界的Otani穿上星球衣笑臉冰人 未來十年都會在洛杉磯看到他 然而看著Otani上 披上藍白色的倒起戰袍 有些日本媒體除了替他開心 還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有不少特派記者 為了他移居美國貼身採訪 要幫家鄉的球迷帶來最新的 古質消息 如今大谷繼續待在落塵 他們也確定不用搬家了 熟悉的人事物往往最讓人放心 這場記者會上 大家也可以看到大谷身旁 就是那位跟他形影不離的翻譯水源 一瓶愛相隨跟著Otani上前往到期 他還特地發文感謝天使球迷六年來的支持 然而在這個全球矚目的記者會上 有一個世紀大謎團終於公開 愛犬入境隨俗也有了個英文名字 大家都想知道的秘密也終於公布 Otani上之前跟他的狗狗 一起後搬MVP的超萌畫面 讓Dekopin快要跟他的主人一樣紅 而Dekopin的日文名字是用手指彈耳頭 形容是捉弄二作曲的動作 如今古之愛犬的名字揭曉 馬上登上日本熱搜 大家也不用再猜測了 華視新聞張榮甫林出門報導 Deko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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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kopin